今早了啊,那些悄悄在国外卖爆了的中国品牌 有时候中国的东西你真的得征服他们才能获得尊重 就上个月,横博商业收刊这个全球算是顶尖的财经媒体 竟然破天荒地写了一篇吹中国品牌的文章 看标题就知道了 中国制造卖向高端以应对经济放缓 哎妈呀,当时一看这个标题我就在琢磨 在他们眼里那哪些牌子算是高端的呀 来你们猜一下 可能真的和我们日常看到的不太一样 看完结果我笑了 这牌子我知道 只是咱哥们不知道他在国外叫这个名啊 就这个 中文名叫做文史box 专门做电子墨水瓶阅读器 还有办公本的品牌 来问问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在国外卖爆了呢 你看看彭博商业周刊对他的评价 这个墨水瓶平板电脑就是数字革命的下一个阶段 够舍得用词的呀 其实我想说的是 好吧兄弟你们用的那个还不是最好的 别笑啊 即使他说的不是最新款 依旧在欧美市场卖的比他们的同类产品要贵呢 别问我是咋知道的啊 人文章里写了 看到没 贵一百美元呢 可别小看这一百美元 本身就是几百美元的东西 而且呢 电子墨水瓶这个技术最早是老美的公司做的 但是现在呢 竟然被中国的公司妥妥的甩下了 现在呢 已经卖到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还是硬可官方认证的全球采墨品产销量的第一 你可别以为这是啥普通销量排名啊 这个硬可公司呢 就是电子墨水技术的发明人 简单的说 这个世界上所有用这个技术的公司都需要他们的授权 所以啊他们心里最清楚 哎 谁家卖的最多 他认定的第一比谁都要权威 这还是2023年的第一 这2024年估计又跑不了了 有时候啊 这个技术啊 就是属于越跑越快 就在前几年 他们家又出了一款轻薄的彩墨办公本 叫做T10C 没错是彩色的啊 是不是很多人还以为这个玩意儿 哎呀 只有黑白的 不是的 这个T10C不光是彩色的 还用了文石致言的色彩调效2.0技术 色彩饱和度呢 鲜艳对比度等数据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来给大家看看我的使用效果 这个色彩对比度 让墨水屏可玩性又高了很多啊 别问我为啥会有这个 哎妈呀 你知道我一天到晚盯着屏幕看多久吗 至少超过10个小时 来问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工作需要一直盯着屏幕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护眼的彩墨办公本 真的很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流畅度上 这个T10C办公本 采用的是高通骁龙八核处理器 2.4赫兹的 后台运行多个APP都很流畅 贴心的设置了分屏功能 可以一边看资料 一边做文档记录 同时记录各类信息 如果你经常开会的话 它还有语音会议记录功能 不仅能实时语言转文字 还支持五种语言 就算是做跨国会议记录 也不在话下 并且T10C搭载的是 开放式系统生态 常用的软件几乎都可以下载 而且第三方软件的 适配性也很高 比如说像什么 叮叮啊 飞书啊 微信读书啊 都有墨水平的 专业版实用很流畅 没有广告团仓的那些干扰 方便而且高效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利落 它不卡 对吧 如果用过其他的电子书的人 就知道 那个卡的 他们用的是自研的 BSR快刷芯片 顺流多了 这文石T10C 简直就是电脑以外 辅助办公的 第二生产力工具 最近系统还升级 配备了AI工具 聚合了很多大模型 对于我这种 需要各种查资料 和写东西的人来说 简直不要太像 比如说你查资料的时候 会遇到感兴趣的点 只需要在页面上滑持 就能直接跳转到AI解读 连APP都不用切 是不是很方便 至于原汁 反正我很喜欢 一体化的金属机身 特别轻薄 比我的iPad Pro的 要精致多了 难怪 平博商业周刊 总是要推荐 他们家的东西了 去年圣诞节 他们家推荐礼物的时候 有文石 一年八月 推荐办公利器的时候 又有文石的办公本 看出来了 他们是属于真爱了 其实说实话 这个T10 是真的有点刷新 我对办公本的认知了 我现在用了几天 已经开始琢磨 他们家的显示器了 不为别的 就为了保护眼睛 最后都看到这了 来给你们发财的小手 点点赞 看到文石 现在在国外卖的这么好 还卖的比他们的东西贵 我怎么又是一种 莫名的开心呢 都问你们一句 相同的品 你们猜在哪个地方 卖的最贵 我都问你 你能来的吗 那你能看还要看 现在帮助了吗 我我都想听说